我們副總統牽著天靈的手來跟大家講 我們各位恢徒的好朋友 我們會跟我們的由蘇宜來賞派的副總統 跟我們的天靈來加上 阿林動算 天靈動算 陳建仁 動算 叫天靈動算 天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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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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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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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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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今天很歡迎來天靈吃 因為趙天靈是一個立法院很好的立法委員 我知道他為了路角的管理 還為了環境衛生的事情 都很大很大的力量 希望可以讓台灣變得越來越好 我也記得他在這個風氣汙染法的消防上頭 真是真 我們現在大家都很怕PM2.5 怕會影響我們的健康 尤其是我們小朋友的健康 所以說天靈 他發了很多很多心態 來改變這個習慣 希望讓這個空氣汙染法 習慣更好 為了我們的健康 他付出很多的心力 另外一個就是 週休二日 天靈為了照顧我們的路角 對這個週休二日 真是真正希望每週工作40小時 讓六天有更多的時間 可以在家庭和他的家庭 和他的家庭 享受天靈之樂 天靈呢 他也是大陸事務部 南民進黨大陸事務部的主心 他對大陸事務也很關心 所以說 未來永遠的好朋友 安全 他也是在這個政策方面 讓我們很多的建議 所以說 這麼好的議員 這麼好的 中國事務部的主心 我們是不是要支持他 我自己也是高雄人 我是政經國小 畢業 躺高雄日常 那時候是保養 然後再去高雄 為高雄去台北 讀書 所以說 我小時候在高雄 這裡 大家都叫我阿仁 所以說 你也可以叫我阿仁 實際上 小英主席 邀請我 出來做副總統 我說 我是一個學者 我對我的學術研究 有專門 但是對政策不明白 他說 沒有 從每年開始 我們就要改變台灣 我們要改變台灣的政治 讓台灣的政治 有專業性 讓台灣的政治 越來越來 為了台灣的美好 打拚 不然還有政治的鬥爭 統領的 就是專業 來代替到這個政治的鬥爭 他也說 來看看 像台灣 尤其是高雄市 以前高雄市 沒有什麼發展 但是 小英市長 小市長 他起來做市長 接著 叫做市長 他 高雄市完全沒有收工 這就叫做什麼 這就叫做 綠色執政 品質保證 對不對 我們的國家 尤其台灣 這七年來 大家過了都沒有鬆懷 經濟也不好 財政也不好 貧富差距越來越增加 大學生畢業 都只有22K 我們感到可以 在這個 荒蘭中間 來過這個 當然不是 我們來當選的小英 做他的總統 還拜綠色執政 品質保證的時候 我們有很多政府官 可以很有貢獻 對國家很有幫助 我記得 SARS的時候 就是這樣 那時候 所有的部份 大家都很打招 很認真 所以說 綠色執政的時候 專業出頭 整個政府 都很有活力 大家為了國家打招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可以 選小英做總統 每年大家的日子 會越來越好 越來越美麥 大家要支持他 好不好 在未來 2016年 一過十六 是我們台灣 選頂的時候 我們要選頂 就是說 為 更好的日子 還是要選頂更壞的日子 好的日子 就要台灣翻轉 點亮台灣 我知道天林 是一個很清新的基督徒 我是一個天主教徒 我相信 上帝一定會保養到 我們台灣這個土地 讓台灣這個土地 變成一個福地 大家都有福氣 大家都會過得很美麥 很好 所以說 我們兩個 有什麼要為台灣 來基督 也基督說 台灣 第一兩年 可以完全翻轉 那如果要翻轉翻轉呢 我們 2016年 1月16號 要打三條票 第一條票 給天林 好 國一可以讓你們 去國會 讓我們國會過半 那拜年四前 才可以進行得很好 第二 拿一票 給卓英文 好不好 我們綠色執政 就可以品質保證 但是 我剛才說過 國會如果沒有過半 我們要實現 不然很簡單 所以說 一定要國會過半 那要國會過半呢 就應該把這個票 交給民進黨 大家說好不好 所以說 2016年 三條票 大家都知道要交給什麼人 一條票交給什麼人 天林 一條票交給什麼人 蔡英文 一條票交給什麼人 民進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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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